刚从徐伯天那边回来 刚回收了一个PP的5960 先去徐伯天拿了回来先 是这个是单表来的5960 然后时间比较赶嘛 现在11点多了 要赶来老夫这里跟表友交收一个迪通拿 所以刚才就没有去记录了 现在趁着点空闲的时间表友还没到 先给大家来做一个简短的分享一下 拍到一半下雨了 不得不回到车上跟大家说 一大早了过去徐伯天拿了两个表回来 回收了像是单顿的81180 还有这个PP的5960A 这个钢款黑白红针的 这个表友是前天中午啊 找我说阿南啊你收不收这两个单表啊 我说收啊 然后我查了一下行情 告诉他两个价格嘛 他犹豫了一下 大概过了20分钟左右 他说可以 那我就去扑发羊找他 接上他跟他一起的去徐伯天 那个僵尸单顿的后面 他找了他老婆 找到了那个宝卡盒子 僵尸单顿的81180 就按全套的价格收 这个呢涨且按单表价格收 如果说到时候他找到了宝卡 我们再补回两万块钱给他的 然后我们去到舒伯田门口 把两个表呢 给到舒伯田当面的建群 交了鉴定费 然后昨天就出了报告了 看了报告呢 两个表的品项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就把尾款啊 所有都付给他了 正好今天呢要去劳福 交收一个迪通拿 所以今天起了个大早 先去徐伯天 取了这个表 然后再过来这里劳福 跟另外一个表友交收这个迪通拿的 116515 我刚看到这个5960的时候 我那时候挺犹豫 要不要收这个表的 因为这个表啊 可能是一个烫手山芋来的 很难卖 因为这个款呢 当时是炒停产的 行情一度去到50万 那这后面呢 价格又下来了 现在的二手全套 要去到42万左右的 21年 但是这个涨起来说 是按单表价格来收嘛 但这个呢是单表 行情呢也要去到33左右啊 5960我记得是04年推出的 当时呢是推出贵金属的 一般都是这样子 表款呢先出贵金属 然后再出这种干款的 到了14年再出这个 白盘红针的 这个5960表盘呢 是分上下两个部分的 上面呢就是 三个显示窗口 分别是星期日期 月份的 还有一个洞储 下面就是计时盘啊 计分计秒计时的啊 这功能呢是非常的复杂 这是复杂系列 那辨识度还挺高的啊 我拿到手的时候 品项还是很可以啊 它是14年购买的啊 说到这个14年啊 它是说在大学的时候买的 大学14年 他上大学的时候 92年 14年大学的时候就可以买这种表啊 兄弟们 什么家境啊 是吧 实力怂厚 想当初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干嘛 每个寒暑假我都要去中兴广场那个刘金岁月啊 护寒菜 去那里做暑假工 寒假工 每个月我记得是1800的工资来补贴这个零用钱啊 勤工俭学啊 跟它是没得比的啊 你看你要四年的表啊 它是有轻微的下垂的 哇还好了啊 一手的自用橙色 希望他能够找到保卡 到时候我给他加两万块钱啊 这个价格呢就可以卖得高一点 毕竟有保卡跟没保卡的是两回事了 现在慢慢的要往大表去靠拢了啊 多讲讲这种啊 有历史的韵味有品味的啊 有辨识度的表给大家去观赏 至于这支表的话我回去啊 我还要单独的出一期这个视频 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一下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十一点二十分了 表友也到了老夫 现在先跟表友去老夫 把这个116515先把它交易完了啊 然后再跟大家去说啊 希望能够记录一下了 采访一下这个表友啊 一些买表的心得 玩表心得 已经走完老夫了 有点让我很惊讶呀 我得赶紧的撤离现场 因为跟我谈的这个人呢 他不是最终的表主 是他跟我买这个表 卖给他的朋友的 所以呢就没有办法 跟大家去记录分享的 采访一下的 我原本还想采访一下他 对于迪通拿的想法 还有对手表行情的想法 还有他喜欢手表的一些缘由的 我是一直以为他跟我买这个表的 沟通过程中呢也很诚恳 价格呢也弹得很死很顶的啊 基本上是没什么利用 就我刚才在短暂的走劳浮路过程中啊 就得知呢他是这个表是33万卖给他的朋友 在我这里拿的是31万6 不过也没关系了也成功的出了一支表 现在行情是比较一般般的啊 有的出就出吧 啊该给到的流程啊服务 我一样都会给到大家的 说实际买表的人啊还真的没有那么多心思 放在手表的行情上面的 他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靠谱啊 能够稳妥的买到我想要的东西 当然了那个行情肯定会有个大概的 但是我没想到今天是差了这么多啊 这个是我死料被急的 所以说不熟不吃啊 真正买表的朋友应该是本地人 做一些炒楼卖楼一些生意投资的啊 听他们这么说老是在说什么商铺啊 哪个公寓啊还有哪个村啊哪个广场啊 我就不宜久溜赶紧的溜啊 现在交易完成我收完款了赶紧跑了啊 回到车上再跟大家来做个分享 今天就一共是三个表了啊 一个僵尸单顿一个5960 一个底痛拿116515啊 最近行情呢可以说是一般般 应该是算一年里面的小淡季啊 最近明显感觉出来购买力啊 是一般般的啊 对于这种奢侈品的消费啊 应该是比较低迷 因为回收了这个81180啊 就让我想起前几天 相思单顿呢 调价啊又上调工价了啊 上调13%左右啊 早知道这样子之前那些 5500白熊猫啊 还有4500金啊 这些我可以多囤几只 但是也没有办法的 手头上没有钱啊囤不了 不然的话现在如果囤了啊 现在可以多赚个大几千的啊 最近我手头上是有很多的大表了 大家可以及时的留意我的朋友圈 而且那个价格很low 在我的想法呢就是 呃 我把表拿回来啊 然后漏价出 因为我本身资金啊不是很充足的 啊 短暂的操作三个大表 一百万之内呢 我就 没办法再操作其他的表的了 所以只能这种快进快出啊 直接丢给同行啊 或者说你们看到漏的喜欢的 就直接拿走 像六斤底 我手头上也有全新没使用的 五十九大家可以拿走的很low 外面行情的是六一的 六十这样子 五十九啊 五十九大啊 都有都有 但是我是五十九啊 全新没使用都可以给到大家 还有4500V全金的啊 我这些手头上也有啊 就图一个套线 赶紧的把它卖掉的啊 像这个5960啊 这个回收回来 还有我那些老律师啊 我现在都是图一个快进快出 反正我手上最近挺多这种大表的啊 大家如果说看上了啊 就赶紧的跟我联系 因为这种表呢 嗯 价格low 很快的就把它除掉的 我不图什么利润多高 就图一个快进快出啊 利润很低 最近就是因为搞这些大表 搞的满头头绪的啊 就没有时间给大家出视频啊 很多视频都拍了的 但是没有剪啊 有时间再给大家剪一下啊 现在得赶紧回去南谱啊 下午呢又要交收两个表 都是老律师啊 这种很透明的啊 这个呢就 不跟大家去记录分享了啊 再也得赶紧回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需要买表卖表自换的 都可以找案啊 我联系方式就在评论区下面的 下次再见拜拜